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个考点 常用的非金属材料的类型级应用 这个的话大概两到三星 我给大家标的是两星 因为它大部分是选择题 你看考评一二三四五 这个就算比较比较高的了 另外呢 这个地方的考点很集中 基本上就是某一段话反复的考 其中大多数都出自于那一句话 好我们说非金属怎么来分 前面的金属带金字旁的 就是金属 接下来不带金字旁的 比如说水泥啊 陶瓷塑料 橡胶 这些金字旁以外的 就是非金属也是比较杂的啊 好我们来看一下 大写一硅酸原材料的类型级应用 好我提醒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标黄色 我们标题都是标黄色 主要是为了区分啊 不是说整个这一节都很重要 后面我们看到的标题都是黄色的啊 好 硅酸原材料 哪些算是硅酸原呢 也就是它的化学室里边 基本上含 比如说含二氧化硅的 比如说我们水泥里边 就是含二氧化硅 带钙的啊 或者前面是铭的 基本上化学室里边 含这个带二氧化硅的 就称为硅酸原 这一类的材料啊 以天然矿物或人工合成的各种硅酸原化合物为基本原料 经粉碎配料成型和高温烧结等工序制成的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 包括了刚刚我们讲到的 比如说水泥 保温棉 气柱材料和陶瓷 这些都属于硅酸原材料 比如说他可以考选择题 就问你 硅酸原材料有哪些 有水泥 保温棉 气柱材料和陶瓷 然后接下来他就讲他们各自的一些特性 也是了解 有很多跟我们生活常识 有一定的关系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水泥 以适当成分的生料烧制部分融融 获得以硅酸钙 是不是刚刚给大家写的这个化学室啊 硅酸钙 这种材料为主要成分的 硅酸盐水泥塑料 加入适量的石膏 磨细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 它的特点就是可以凝结 你看胶 并且可以硬化 所以叫水硬性胶凝材料 我们盖房子需要砖头 需要钢筋 还需要水泥 它就起一个粘结的作用 并且硬化 加水搅拌后成浆体 能在空气中硬化 或者在水中硬化 并能把砂石等材料 牢固的给交接在一起 广泛的应用在建设工程中 所以我们不能够想象 没有水泥 房子都盖不起来啊 好 这是水泥 属于我们的硅酸钙材料 属于非金属 了解 第二 保温棉 顾名思义了 其保温作用的棉 这一类的 好 我们看一下常用的有哪些 同样也可以问选择题 哪些属于保温棉 基本上有个特点 都带棉 我们来看一下啊 保温棉 里面有膨胀 珍珠盐 关键词膨胀 离心玻璃棉类 超系玻璃棉类 微孔 关键词 微孔硅酸壳 矿棉类 以及盐棉类的 这是我们的保温棉 我们说了材料是为后面服务的 我们之后会学这个绝热材料 其中就会用到这个保温棉 为什么要保温呢 比如说我里边输送的是热水的管道 或者是蒸汽 或者是制冷的材料 只要不是常温的 冷的或者热的 你就要觉热 如果你不觉热 它就跟外面的空气一连通 温度就散失了 那我们要知道热的传播方式啊 热的传播方式主要就是三种 直接接触对流和辐射 我一摸水杯是烫的 我接触了对吧 你一照太阳 很很暖和 这就是辐射 你看接触对流辐射 只要我能够隔绝它 我不让它接触 或者我隔绝这个对流和辐射 我就能够保温 把热量给它隔绝了 这就是保温棉的特点 因此它关键词都带棉 你看 这就跟我们穿棉服保暖是一样的 你冬天的时候穿棉服 穿羽绒服 不就是隔绝外面的空气 跟你对流吗 你的温度就蓄起来了 好 所以你看就很好记了 带棉的 你就把它选上 就可以了 保温棉 也给大家讲原理啊 了解就好了 之后我们还会在绝热里边会学 这个保温棉 究竟应该怎么敷 分几层 敷的一些要求是什么 好 其他的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常见的保温棉 膨胀珍珠盐 离心玻璃棉 微孔硅酸壳 膨胀也好 微孔也好 中间有 它的根本的底层原理 都是中间有大量的细小的空间 可以把空气给它隔绝了 就防止了这个对流 所以带微孔的 带棉的 就是保温的 第三 气柱材料 第四陶瓷 都是我为了我们后面服务的 我们会学卢妖气柱 气柱就是各种各样的砖头 气柱材料 陶瓷 陶瓷也是非常常见的 包括我们工业上会用的 陶瓷的一些特点 你看古代的时候 那些古木 很多金属都保存不了了 但是陶瓷它能保存千年 陶瓷非常强的特点 极强的耐腐实性 所以它也可以用于我们管道的内侧 用于防腐 但它有个缺点就是很脆 易碎 你要合理的利用好它的一个优点 克服它的缺点 就是陶瓷 也是我们很好的一个耐腐实的材料 接下来大写二 高分子材料的类型及应用 高分子我们给它换一个词 也叫大分子 高分子也叫大分子 也就是它的化学成分里边的分子颗粒 比较大的 就叫高分子材料 我们看一下有哪些 这些都属于高分子 塑料 橡胶 纤维 涂料和粘截剂 然后它就各自去讲它们的特性 其中塑料讲的还比较细一点 塑料 然后其他那些了解 你看涂料 我们刷的漆 然后这些胶水 都属于这个高分子材料 好 我们来具体看一下它的特点 第一个塑料 这个里边也有一些小小的选择题的考点 出过选择题 塑料是以合成的或天然的树脂 树脂作为主要成分 添加一些辅助的材料 以此来提高它的特性 比如说 如填料 加固化剂 加增速剂 稳定剂 以及防老化剂等 在一定温度压力下 素质成型的 这是塑料 塑料是极其常见 我们生活中的 包括工业上 还有平时我们会用到的一些材料 然后塑料再往下分 分为热塑性塑料和热固性塑料 考试的时候就会问你 哪些属于热塑性 哪些属于热固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特点 第一个叫热塑性塑料 它的名字 受热可以塑造成型的 很常见 就是我们喝的这个饮料瓶 饮料瓶会有人去回收 一毛钱一个 为什么它要回收 利用的就是这个热塑性 我们来看一下 它说热塑性材料 是以热塑性树脂为主要 主体成分 加工塑化成型后 具有链状的 就是链状的 线状分子结构 受热后又软化 可以反复素质成型 就它的分子式是带链状的 带链状特点就是它很容易打断 分子间是很容易打断的 所以可以受热后软化 反复的素质成型 反复素质成型 它的特点就是受热 你看我们说受热 它又可以再用 因此就会有人去收集这个塑料瓶 因为它可以再加工成其他的 我加上颜料又可以加工成别的一些材料 利用的就是这个热塑性 说到这儿呢 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提示 就你如果买玩具啊 或者家里边要用到一些塑料制品 不要去买太便宜的 或者是这种颜色很鲜艳的 尤其是很便宜的这种塑料 路上有人会发的扫码啊 这种塑料 这种呢我们叫二料 二料 或者甚至三料四料 就是因为它反复的 它不会拿一手的树纸来给你做这个的 因为它很便宜成本很低 如果说我们用简单的塑料瓶就好了 但是现在因为一些奸商 它会去收集医疗垃圾 医疗垃圾是应该销毁的 用塑料的 输液的这种软管啊 输液袋啊 你也不知道中间有没有带病毒 有没有带针头 反正它把它打碎了 重新再来做 做成一种很便宜的廉价的玩具 和廉价的这种塑料盆啊 塑料桶 所以大家要注意 一个是颜色很重的 你就不要买了 它加了很多颜色来掩盖它 另外特别便宜 还有一些异味的就不要买了 利用的就是热塑性的特点 受热软化 反复的素质成型 它可以用反反复复的用下去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微 微这个就是污染啊 危害 微塑料啊 对我们人体也有侵害的 然后考试的话 它可以问你 哪些属于热塑性的 如聚乙烯 聚氯烯 聚饼烯 聚本乙烯 特点什么 都带火子旁的烯衣 看到火子旁的烯 你就选 它是热塑性 特点给大家记忆 就是有火就烧化 它就是热塑性 火子旁的烯 带火的希望 优点是加工成型 简便 具有较好的机械性能 缺点是耐热性和刚性比较差 好 也给大家讲了一下生活的常识 然后以此来记住我们这个指点 热塑性反复用 可以反复素质成型 带火子旁的烯 好 所以我们生活中大概75% 都是热塑性塑料 塑料 接下来 比较少的是热固性塑料 热固性塑料 我们看它的特点 它说热固性塑料 是以热固性塑脂为主体成分 加工固化成型后 具有网状体型的结构 受热后不再软化 强热下 发生分解破坏 不可以反复成型的 叫热固性 所以它的特点就网状 网状特点什么 特别的坚固 就你把我这个分子链 给打断了 没关系 我这还有 对不对 你看 这是成网状的 所以它 非常的稳定 它不容易被破坏 你非得破坏 你实在给我加热 不行 我就崩溃给你看 我就破坏掉了 你不能够 让我反复的来用 它跟热塑性 就有本质上的差别 就是 你不能够反复 因为你很难打断 它的链条 你实在要破坏 它就死给你看 它就分解破坏掉 所以特点就不可以 反复成型 因此它是一次性的 所以它贵很多 这就是热固性塑料 热固性塑料 它就贵 所以我们生活中不太常见 一般用于工业上的 比如说 我们可以用于轴承 齿轮 有同学说 轴承齿轮还能用塑料吗 也可以 它的强度也够 你加入一些其他成分 也可以提高它的强度 也可以作为 这种轴承 齿轮 一些工业上的零部件来用 所以它在生活中 就不是那么常见了 我们生活中大部分 就是肉塑性的 优点是耐热性高 受压不易变形等 它不怕热嘛 对吧 缺点是机械性能不好 但可以加入填料 来提高强度 刚刚我们讲了 你可以加入其他的一些成分 提高它的强度 这类塑料 如分泉塑料 还氧塑料 好 考试就这样考 就问你 以下属于热固性的 有哪些 以下属于热塑性的 有哪些 带火子旁的热塑 其他的分泉 还氧 就是热固 就好了 这就是我们讲的 热塑和热固的一个区别 可以作为一个 简单的选择题 来掌握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大写三 非金属材料的 类型及应用 这个是我们 整个材料这一节 考评最高的 就是我们包括 金属 非金属里边 最爱考的 可能就是这 这一段话了 整个这段话 考了大概三次 这个样子 包括二件 也考过两次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非金属板材 非金属板材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是为了 我们后面服务的 主要是用于风管 为了我们后面的 通风空调服务的 但实际上 我们通风空调 我们后面会学 大部分还是金属的 非金属的都少 然后他非金属里边 又往下分 有哪些 我们看一下 非金属板材 有 一 分权 符合板材 二 聚氨值 符合板材 三 玻璃纤维 符合板材 四 无机玻璃钢 板材 以及五 硬距锐板材 首先你要知道 有这几种 非金属的板材 接下来 他就讲 每一种 非金属板材的特性 适用于什么场所 不适用于什么场所 这个主要指的 都是通风空调的 一些场所 然后考试 他就问你 酸碱的 哪些适合 哪些不适合 这个地方很繁杂 如果我们要给大家 讲化学试的话 没有什么意义 你也记不住 我们待会来给大家 讲一个无理头记忆法 用一些小技巧 把它记下来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 分泉适用于 分泉复合板材 适用于制作 低中压空调系统 以及潮湿环境的风管 但对高压 以及洁净空调 酸碱性环境 和防排烟系统不适用 读完 啥都没记住 一点印象都没有 好 你把担子后面滑掉 这个担子后面 给它滑掉 这是分泉的 居然指 也是他说 适用于低中高压 洁净空调 以及潮湿的环境 但对酸碱环境 防排烟不适用 我们先滑掉 待会一起来讲 担子后面 玻璃纤维 适用于制作 中压以下的空调系统 风管 但后面都不行 换句话说 玻璃纤维很娇气 还各种环境都不行 只能中压以下 但对洁净 酸碱性 防排烟系统 以及相对湿度90% 以上的系统 都不适用 这是玻璃纤维 再来 硬距铝锡 适用于制作 洁净史含酸碱的 排风系统风管 它没有担子 换句话说 硬距铝锡 很厉害呀 它各种恶劣的场所 都可以没有不适用的 最后我们给大家 做一个对比表格 就是不同的 非金属的板材 适用和不适用的范围 我们放到一个表格里边 就好理解了 刚刚讲了 不适用的不看 滑掉 牢牢的记住 适用的范围 不适用的 用排除法就可以了 接下来 我就给大家讲 无理头记忆法 据化学室 没有太大意义 因为你会忘 而且我们这个 无理头记忆法 你记住不会忘 很久都能够记住 很多同学考试 都过了好几年了 说老师你讲的 这个我当年还记得呢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分泉 聚氨脂 玻璃纤维 以及硬基底锡 分泉适用于 低中压空调系统 以及潮湿 聚氨脂 低中高压捷径 空调系统 以及潮湿环境 好 他们我们来做一个对比 分泉的特点 抗压能力不强 只适合于低中压 并且它不适合于潮湿 它适合于潮湿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来记 你看这个分泉的偏旁 是这样的 这个字怎么认呢 有同学脱口而出西 对吧 还有同学说求的 幼的 上次问了四五个答案 这个字认有 有没有的有 有个地名叫有阳 有 加一个偏旁 大家就认识了 这叫什么 酒喝酒的酒 对吧 所以有是一个象形字 指的是古代的酒尊 酒杯 成酒的器皿 所以加个偏旁 这就是酒了 所以有阳这个地方 可能古代的时候产酒 或者产酒杯的 所以你看到酒杯 就潮湿 酒嘛 它就是潮湿 聚安指也带酒杯 它也潮湿 其他的没有带有字旁 它就不潮湿 带酒杯 有字旁就潮湿 接下来分泉 我刚才讲了 它的特点 抗压能力不强 所以低中压潮湿 不就记住了吗 分泉就记住了 接下来聚安指 低中高压 换句话说 各种压力等级 它都适用 对吧 高压 你高压可以 低中压肯定可以 怎么记呢 聚安指 聚就是聚合物 聚你就想 所有都聚到一起 聚合物 低中高压 都聚到一起 就可以了 聚到一起 好 带有字旁的潮湿 所以低中高压 洁净潮湿 聚安指也记住了 再来玻璃纤维 玻璃纤维中压以下 剩下的恶劣场所 它都不可以 所以就好记了 中压以下 怎么记呢 玻璃纤维 你可以这样来记 把它记成玻璃碗 玻璃杯 或者现在网络用语叫玻璃心 说你这个人好脆弱 玻璃心 抗压能力太差了 中压以下 没有任何抗压能力 就是玻璃 对吧 好 这样也记住了 接下来 硬距离锡 适合于捷径使寒酸碱的排风系统 它没有不适用的 所有的恶劣场所 它都可以 怎么来记呢 你可以这样记 硬距离锡 硬排 凡是带排的 包括我们的水管 凡是带排的 一律是硬距离锡 为什么 因为距离锡这种材料 有极强的耐酸碱腐蚀的能力 三大强酸 硫酸 盐酸 硝酸 强碱 它都不怕 所以只要是带排 比如说排风 排污 排毒 排水 所有都是硬距离锡 这样就记住了 只要是带各种恶劣环境的 都是硬距离锡 比如说我们家里边的马桶 就是硬距离锡的管子 还有工业上的一些排毒的排污的管道 都是硬距离锡 所以含捷径使 含酸碱的排风系统 它不怕酸碱 这样你就记住了 包括选择听节不会错 我们说考过好多次了 都是考这个 用这个选择题 一下就能做对 分泉 地中压 没有什么承压能力 带油脂旁的潮湿 聚氨者 聚地中高压聚到一起 带油脂旁的潮湿 玻璃抗压能力差 中压以下 玻璃心 硬排 因为硬距离锡 不怕酸碱 好 这样就把它记住了 后面不适用的不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立体讲解 你看11年 十多年前的题就做到了 玻璃纤维 适用于马上就选中压以下 对吧 中压以下 就选出来了 但是我经常跟大家讲 你要知其然 知其所以然 尤其是选择题 我经常说选择题也好 安理题也好 真题要做五遍 那有时候五遍我怎么做 做完一遍我就不想做了 你第一遍选出来 剩下几遍 你得去研究每一个选项 比如说什么时候是 洁净 酸碱 防排烟 你要知道为什么不选 下次什么情况下 要选 我们看一下这道题 选地 玻璃纤维 再来看下一道题 15年下列塑料中 不属于热塑性的 热塑性带火子旁的锡 火子旁的锡 火子旁的锡 环氧 那就热固性排除法 所以这个也很好选 选地对吧 刚刚我很详细的 给大家讲了热塑性 热固性 包括它的分子状态 16年下列非金属风管中 适用于酸碱性环境的 倒着问也可以 顺着问也可以 酸碱性谁那么强大 硬距离锡 什么都不怕 对吧 排风的 酸碱 硬距离锡 直接就选了 选C了 我们说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你知道选C ABD为什么不选 A聚氨指 第一中高压捷径 潮湿 分泉 第一中压潮湿 玻璃纤维 中压以下 这就是我说的 你第一遍是选答案 剩下二三遍 你就能够知道 每一个选项 它为什么错 再后来 如果你能有精力 做个四五遍五六遍 就可以当案例题来做了 自己把它写在旁边 聚氨指适用的场所 分泉适用的场所 如果所有的真题 你都能这么去给它走一遍 你就不用做模拟题了 整个知识点 全部都可以掌握了 就是反复的 我们说要做五遍 每一遍的研究 越来越深入 这就是真题的价值 16年 你看21年 马上就考了 还是很近的 就是11 16 21 还有一定的规律 就在一个知识点 因为我们每年都会 很详细的讲这个 去年考了 夏列峰管中 不适用于酸碱环境的 不适用 16年问的是适用的 对吧 不适用的 多选 难度就要大起来了 就要大一点了 分泉 好 我们刚刚讲了 低中压潮湿 好像都是不适用的 对吧 居然指 低中高压 潮湿也是不适用的 接下来就带一个坑了 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 题目越来越综合了 镀心钢板 居然冒了一个 金属的揉在里边 就是本来你觉得 这个点 它是纯烤非金属的 但实际上 它把金属的封管也烤了 镀心的 我们说有非常好的 耐酸碱腐射的能力 所以他说不适用吗 我们镀心的是可以的 但是他问的是不适用 这要题能不能选 选AB可以 你虽然就不能选 因为镀心是耐酸碱的 耐酸碱的 对吧 好 硬距离析 耐不耐 耐呀 第二题问不适用的 你就不能选哦 玻璃纤维中压以下 所以这道题 选ABE 相当有难度 因为21年很多同学 呃 错在两个地方 第一 选着选着就选反了 绕进去了 因为他问你不适用 选着选着就选成适用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好多同学 在那纠结半天 这个镀心钢板 在那纠结半天 究竟选不选 有的同学还是给他选进去了 我们后面会讲很多 关于镀心的材料 它有非常好的特点 就是极强的耐酸碱腐蚀的能力 所以他当然可以耐酸碱了 而且是很好的 我们后面讲的是 最最最常用的 风管的材料 就是镀心钢板 所以这道题 有点综合 有点难度 要比我们16年的 11年的 就是要难出很多来 这就是现在的 这个选择题的一个特点 这也是我说 我说到的选择题 要做对 不容易 在于平时的积累 它的基础要求很高 要去选ABE 不要选反了 不要选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